香港绿色学校长 由环境运动委员会 环境保护处及教育局 于2000年开始举办 目的是鼓励学校制定环境政策 及执行环境管理计划 以达至绿色学校的目标 培养教职员、学生及其家庭的环保意识 以及鼓励他们实践环保生活 全港的幼儿学校、小学及中学都可以参加 主办机构透过评审制度 评估学校在环保建设、环境管理 环境教育规划、实施及成效等各方面的表现 并表扬他们的成就 东华三院廖恩德纪念幼稚园 透过举办不同类型的环保活动 从小培育幼儿的环保意识 他们亦十分重视家校合作 积极攀手推动环境教育工作 对于小朋友来说 环保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 为了让小朋友更容易理解 学校透过有系统的环保大事计划 以游戏、撤主学习及做中学 帮助小朋友实践环保生活 扶养他们对环境友善及珍惜地球资源 当然,家长教育也是环境保护的一个环节 学校透过举办不同的亲子环保活动和比赛 将环境教推广自家庭层面 我们也成立了家长陆法小组 透过家校合作为下一代建立良好的环保观念 学校举办亲子有机种植活动 目的就是提高幼儿和小朋友对环保活动的参与度 提高他们对外活大自然及陆法社区的意识 医医会与我们一起上土、浪水及收购 令我们明白杜龙夫伯伯伯是很辛苦的 所以我们要珍惜食物 不要做大浪费 透过学校的环境教育 小朋友的环保触觉提升了很多 他会将学到的环保知识带回家和家人分享 还会鼓励家人一起实践环保的生活 现在我们会习惯了把洗米的水流起 然后带回学校的亲子环保帮手立花 我们期望环保的种子 能够散播在我们学校、家庭、社区 甚至地球上每一个角落 让孩子培养出保护环境和爱护大自然的情操 优才学院设有大量的绿化设施 配合互动环境教育课程及活动 提升学生的环保知识 全方位培育绿色新一代 人和环境的关系是密切的 互动的 幼稍后重视环境教育 积极鼓励学生、教职员 去业外大自然 和珍惜地球的资源 我们已经为学生打造了一个环境优美 而且充满生气的校园 校园有绿色地带和绿色设施 例如生物站自然教室 有机间种基地 和平花园 因缘生缘等 可以说是应有尽有 我们举办很多校内校外的课程 亦都会与对外的机构合作 例如我们会给学生去研究空气污染 自中自食 亦都会邀请厨师来我们学校 教同学煮一些素食等等 另外学校亦都会举办 不同类型的环保工作坊 科学实验 例如环保烤素 设计太阳冷船等等 当然不少是户外学习 和野外考察的活动 让学生可以全方位地接触到环保的知识 家长亦都设立了绿色学会 GREEN SOCIETY 我们会自行策画一些 二班、二级和二校为本的活动 例如包括台湾亲子绿色之旅 环保的烹饪比赛 素食烹饪比赛 活动种类也繁多 那老师和同学都能够落在其中 录在其中 幽才已经发展成为一间 爱录和常录的学校 希望大家都可以一起录起来 岭南忠荣光博士纪念中学 不单只设有大量的录化和环保设施 还设有一个绿色厨房 这个厨房不单只是一个 提供健康五善的食堂 还是一个让学生 边吃边学 边吃边培养 可持续发展生活模式的 绿色膳食教室 我们学校十分重视环境教育 一直教导学生 珍惜环境的资源 减少浪费 绿色厨房实行 现煮现分措施 学生可以按量取餐 加上学校提供加热饭送的服务 所以大部分的同学都喜欢留校吃饭 很少买外卖 除了每班都会有识吃大事 鼓励同学不要吃剩食物之余 学校也会每日量度厨房的重量 或是监察厨房的状况 学校也会将果皮等的厨房 放入厨房机转化为肥料 用于我们校园的有机耕作 一点都不会浪费的 学校提供环保折兴概念 所以绿色厨房的餐具和碗碟 除了被全校私心每日午饭时使用 就连毕业礼 聖诞年欢会等等的大型活动 大家都可以借来用 学校备有环保校园政策 为学生定立明确的环境目标 例如我们举办小小厨余大比拼 和光盘行动等 鼓励同学珍惜食物和减少浪费 此外我们都参加校园齐色福 校园灵厨余等公开比赛 屡获树永 为了进一步实践环境教育 学校更加组织绿色义工队 去到街市收集胜菜 再转赠给社会有需要的人士 这个活动等学生可以身体力行 除了学识善用资源 更加学识关爱共荣 绿色厨房为学校的环境教育 得到正面的影响 全校的固体废物量持续下降 我们会继续努力 将绿色的信念推至各阶层 带动身边每一个人 成为绿色新人类 香港绿色学校奖的成绩令人鼓舞 希望各参加者都能持之以行 令香港拥有更绿色的未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